大家好,又是我世榮和大家討論1Q博士的環節 每個賽日,這個節目都會和大家討論一條連贏 讓大家試試,可能有派菜熱或懶 通常希望那隻膽或者村民那堆馬是容易中到連贏的 看看今次介紹哪個賽事,我們馬上用堅仔介面看看 未有堅仔的朋友,記得再來試試,完全免費 好了,我們見到其實介紹第八場的1000米直路 這匹馬,年年歡樂上次輸給同場的平海掌聲 不過今次用周俊樂,再減7磅,比上次的磅更輕 而且前一次他贏後,曾經停了半個月操 所以可能是因為進度上未足夠,就輸給縮情的平海掌聲 今次平海掌聲贏後再加分,加了磅 你又反而反過來減磅用天雜生 可能可以反先,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至於會長之星是我選的其中一匹冷卻 除了眼罩,加開篷眼罩,會多一些變數出來 儘管看看偉達,由菊草縮情可不可以 上次走的外劫架,菊草都很近 平海掌聲,都是老對手 但這匹馬,四歲而已,還有進步空間 大臨馬,看看後面追不追到 至於武士精神,粗好才出 我猜坊加柏也是 不考菊草,一來就離開沙田直路 看看可否挑戰這些強手 看看進度有多少 至於保險腳方面,精選用事 如果你想拖起來也可以 不過我不太知道上次 不良於行,異常呼吸星 有雙橫馬,我始終會有點戒心 不過你看到賠率也算不錯 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這匹馬 我看操練上,他也沒什麼問題 而且十檔,檔位也算是挺理想的 所以這匹馬,如果你想一膽四腳 就要精彩用士 如果不是的話,一膽三腳 我認為也足夠 這次時間就差不多了 一Q博士用了年年歡樂做膽 大家喜歡這個頻道的 記得訂閱和讚好 下次一Q博士星期二再和大家見 拜拜